嫂子要带着我妈去医美 熟人介绍 两个人一起去只要70万 我觉得他们爱美太过夸张 直接告诉我哥 一起将两人拦了下来 嫂子被阻止了好事 明里暗里地针对我 直到嫂子怀孕 我妈让我招务好嫂子 我探出身子擦玻璃 被嫂子用力推出了窗外 不管闲事 你会死啊 我从酒楼摔下 直接当场毙命 我妈帮着嫂子打养护 说我是意外 匆匆将我下葬 再睁眼 我回到了嫂子和我妈 结伴龙兄那天 这一次我拿上了东西 草也试得出了门 妈 我出钱 你想服 保准让你走出去 和我就像两姐妹一样 一睁眼 就听见嫂子在和我妈说话 她拿着一张宣传单 游说着我妈去和她一起填充 可快了 只要20分钟 绝对安全 又不用手术 嫂子爱美 在这方面特别舍得花钱 我妈有些心动 随口问了一句 那要花多少钱 便宜 咱们两个人去 熟人有优惠 只要70万 我妈倒吸一口冷气 一阵炙热的视线 落到我身上 我赶紧低下头 手一动 我碰倒了桌上的杯子 洒了一些水出来 死丫头 你手脚轻点 我看见你就火大 你看看你嫂子 对我多好 要是换成你 这钱你一辈子都不会花在我身上 我妈大骂起来 我没说话 沉默着假装没听见 上一世这时候 我已经站出来 拦着两人不让去 甚至打电话给我哥 让他回来一起拦着 左拦成功了 但也成功让嫂子恨上了我 趁着我不注意 把我推下了高楼 骂我多管闲事 我死得很惨 摔得手脚扭曲 我妈一直嫌弃我老实木囊 比不得有钱又活泼的嫂子 处处看不上我 即使知道我被害死 她还是选择帮着嫂子打掩护 隐瞒了我的死因 想到这里 我心里涌上一股愤怒和恨意 看着我妈和嫂子笑得开心的样子 我低头什么话没说 听到两人要去美容院 我连忙站起来 大声地开了口 妈 我有事出去两天 我等一下就走 我妈嫌弃我打断了话 皱着眉头 脸上都是不耐烦 对着我翻了白眼 滚滚滚 你赶紧走 我看见你就烦 我像往常一样 唯唯诺诺地答应 逼着头的脸上 却挂上笑容 走之前 我回头看了一眼 沙发上一眼兴奋的两人 小声地说了句 妈 我出门的背后无人回应 此刻的两人早已入了迷 这次我不拦账 你们放心去吧 离了家 我在周边城市玩了两天 一个人走在街道上 我吃着特色的小吃 随手在评论下回例句 太好看了 这样看着 真像两姐妹啊 又美又漂亮 忍不住笑出声 我多看了两眼照片 七十万的美丽 希望他们两个能享受得来 回家的时候 我哥给我开的门 他笑得开心 满面春风的样子 我妈看到我 得意地挺直身子 看得我的眼神得瑟起来 你回来了 你妈和嫂子都在家 等着你回家做饭呢 光站着干什么 快去做饭啊 就知道发呆 扫过他胸前 我低声硬了 我哥走出来 笑嘻嘻地揽着嫂子 我哥笑得开心 我脸上赞同地夸了两句 嫂子笑得更得意了 我妈笑得开心 扯得胸前躺了两下 她将这脸催我去厨房 小兰 我怎么感觉胸口有点痛啊 身后我一走 我妈就蜷缩起来 小声地和嫂子说话 听到这里 我嘴角勾起 嫂子安慰我妈 才过了两天 有轻微不是正常的 过几天就好了 咱爸都死了多少年了 妈 你现在就应该自己 活得漂泡亮亮的 这都是美丽的代价 忍忍就好了 嫂子的哈 让我妈没再说什么 只是自己揉着胸前 哀哟了几声 看着我妈这种样子 一家人除了我 居然没有任何一个人 觉得有什么不对 就连我哥 都只把眼睛 放在嫂子的身上 一副色迷腻的模样 我回头看了一眼客厅 沙发上我妈皱眉 揉着胸口 嫂子开着视频 对着自己胸前 给自己的朋友介绍 笑得花枝招展 我用的可是最新的技术 这可都是字体的胶原蛋白 效果好 熟人介绍过去 还有优惠 我把饭菜端上桌 看着我妈和嫂子 吃得满嘴流油 我放下往后说了一句 妈 我打算搬出去住 我找个离公司 进的租房 方便我上班 我妈家里一筷子菜 脸上表情有些鄙夷 你那破工作 就算干一辈子也就那样 随便你 不过我先说好啊 你搬走了 以后可别回来找我呀 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 我微笑地点了头 我出门走的时候 我妈和嫂子跟在我后面 两人也不帮忙 就看着我搬上搬下 嫂子已经计划好 把我的房子改成书房 两个人不一样的姿态 吸引着小区 来来往往的眼神注视 嫂子脸上全是骄傲和得意 大胆地挺起胸膛 小骂一声 看什么 没见过女人啊 我搬了出去 一个人的舒适生活 让我心情都变好了几分 只是安静日子没过几天 我妈的电话就打来了 你在干嘛呢 还在上你那破班吗 你现在马上回来一趟 你老妈熏口疼 你管不管 我妈命令的语气传过来 不过现在 我不想再当冤大头了 慢吞吞地放下手里的资料 我给自己接了一杯水 对着那头的我妈 我笑了一下 妈 你那是便美的代价 嫂子都说了 你忍一下就好了 要是你瞒着嫂子去了医院 她心里有想法了怎么办 这点小事 你揉一下不就好了 说不定这就像二次发育一样 我装不作样地安慰了我妈两句 听见我说嫂子会有想法 她安静了下来 我妈的声音传过来 有些无力 那我先自己揉揉吧 听见我妈挂断钱的痛苦呻吟 我笑咪咪喝了一口水 疼就对了 人人也能过去 我妈和嫂子做了项目 据说是再生专利丰胸技术 前世我就查过 实在觉得不靠谱 我才拦着两人 可惜我的好心被当做驴肝肺 最后还因此丧命 这次没我拦着 他们成功地做了这个项目 只是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看了眼手机屏幕 我默默一开视线 忍一忍 揉一下 确实有效果 可是 看着我妈衣服上的一片水痕 我直接瞪大了眼睛 我妈吓得大叫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嫂子揉着眼睛从卧室里出来 看到我妈的状况 脸上也是一阵惊慌 过了几秒 她才眼神躲闪地拿起电话 别急 说不定这是正常反应 我打电话问问 我妈现在是不疼了 新问题出来了 看着那一出来的尸痕 她满脸的恐慌 嫂子打了电话 回头就安慰我妈 这是正常的 我都问过了 做过这个项目后 胸部有一定的压力 妈 你处理一下就好了 我妈欲哭无泪 但看着嫂子 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她也只能低头硬下 说过这是正常现象 我妈也不好意思去医院 每天只能自己默默承受 她开始后悔答应嫂子 一起去做项目了 本以为问题会随着时间慢慢变好 但相反 我妈分泌的越来越多了 一个四十几岁的人 出来这种毛病 我妈苦着脸 去扔起出来的东西 却遇上了邻居 看到我妈手里的东西 她随口说了一句 好好的母乳 干嘛扔了呀 这可是好东西 好多人想买都买不到呢 一袋大吉白 我妈手一抖 看着邻居瞪大双眼 你说什么 这东西还有人买 两人嘀咕一阵 我妈的眼神越来越亮 和来的时候不同 回去的路上 我妈脸上心事重重 但眼里却很兴奋 本来有点后悔 现在却觉得是件好事 我妈有一段时间不联系我了 但我时常关注着我妈和嫂子 时不时回去看看 家里多了一个大冰箱 每次我想打开 我妈都会拦住我 你干什么 到别的地方去 这冰箱你不许动 我看着一身名牌的我妈 笑笑没说话 走的时候 我趁着我妈不注意 悄悄打开看了一眼 看到冰箱里密密麻麻的带装卤汁 我心脏猛跳 冰箱关上 我莫名连想到了每次回来 我妈让我带的东西 别的东西你就别买了 你不是有个朋友喜欢钓鱼吗 每次回来 给我带两斤鸡鱼就行了 我妈之前说的话 在我脑海里炸开 想到我每次回来家里桌上的鸡鱼汤 我深吸了几口气 鸡鱼汤是下奶的好东西 看着客厅里和嫂子说笑的我妈 脑海里有个可怕的面孔 打开手机搜索 那个想法又肯定了几分 走出家门 我心情久久不能平淡下来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 我悄悄跟着我妈身后 看着她提着袋子出门 戴着口罩将袋子里的东西 交给不同的成年男人 我默默地拿起手机拍下照片 目睹我妈攀懒地数着现金 我又往后躲了躲 等她走后 我再也忍不住 索着书干涂了出来 我终于知道 我妈最近的钱都是怎么挣的了 希望后面知道了真相 我妈和嫂子还能笑得出来 我妈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给自己买了好几个大金镯子 好事不止这一件 我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满脸都是喜气 语气很是开心 张薇啊 你要当姑姑了 你嫂子怀孕了 两个月 和上一世一样 嫂子怀孕了 我提着水果进门看望的时候 我妈的声音先传出来 哈哈 我的孙子要来了 小兰别担心 妈攒钱给你住最好的月子中心 不就三五万吗 咱们出得起 我妈的笑声爽朗 但看到推门而入的我 她冷哼了一声 立马安静下来 看了我手里的东西后 白露我一眼 就给你嫂子买这些便宜水果了 寒酸 没理会我妈 我先去洗了盘提子 自己吃了起来 看到我妈瞪着我 我装都没看见 裸去了厨房 现在我已经不在乎 我妈的冷言冷语了 离开家 我过得很好 我现在的工资 算上奖金 已经有五位数了 前两天 我还刚升了职 嘴里哼着歌 我亲手给我妈煮上了下奶的鸡鱼汤 这些我妈不知道也没关系 反正她也不想知道我的事 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 我盛了一大汤碗的鸡鱼汤 端给我妈 一双手接过汤 我妈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神色 享受得喝了一大口 算你懂事 你可别想着家里钱啊 讨好我也没用 看着喋喋不休的我妈 我说声不敢 余光里看到嫂子柔了一下胸口 皱得眉 似乎看起来不太舒服 用完挡住视线 我忍不住嘴角上扬 心里在默默地想 还有多久 才能看到显著的效果 吃完饭 我妈就催着我走 推开门出去的时候 正好和一群年轻人撞上 看到门口的人 屋里的嫂子先反应过来 声音传出来有些尖利 快进来 别站门口了张薇 你走开 别挡着 前一句是对这群人说的 后一句是在抱怨我挡住了门 我侧身让开 看了一群人进了屋子 嫂子最近不仅自己做了项目 觉得效果好 还开始推荐起别人去做 推荐别人去 还能拿不少好处费 嫂子最近热衷于这事 家里的客人 也是没断过 我妈有时打电话 还夸嫂子会挣钱 你嫂子不上班 都能挣不少钱 比你可是强多了 回忆到这里 眼前的门通都关上 里面的人我已经看不见了 门上斑驳的痕迹很多 我妈去年让我贴的对联 还留在门上 有些残缺不全 手机在这时候响起来 是中介的电话 我约了今天下午去看房 从决定搬出去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计划着 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死没本事的贱丫头 你一辈子就知道贴着我吸血 我妈的话在脑海里响起 看着眼前的大门 我眼眶一气发热 你说我没本事 我便要你好好看看 购房开始走合同了 接下来的日子 就算在忙着房子和工作的事 我也不忘每个星期 给我妈送下哪个鲫鱼 看着她大口喝汤 恨不得埋在碗里的很近 我长叹一声 上一世这个时候 我已经被嫂子害死了 哪里像现在 还能亲眼看着这两人遭报应 嫂子打着哈欠 挺着大肚子从我身后走过 看了一眼桌上的菜 手一直对着汤开口 帮我盛一碗 我也要喝 我给她盛了一碗 轻轻地放在她面前 看着嫂子的肚子 随口问了一句 预产期好像快了吧 嫂子满脸的慈爱 抚摸着肚子 眼里的温柔几乎要一出来 是啊 只有半个月了 她满脸幸福的样子 一点也看不出 上一世恶毒害死我的模样 扫过她胸前 我眼底闪过一丝冷意 嫂子 你之前做的医美项目 对不如有影响吗 这话让桌子上的两人都顿住了 我妈把碗重重地砸在桌子上 脸上全是怒意 你这是说的啥 能有什么影响 不安好心 话都不会说 我妈反应最激烈 视线一道她高耸的胸脯 我忍不住有些意味深长 我差点忘了 不如 我妈是最有发言权的 嫂子放下碗 看着我的眼神有些不善 你也是的目光对着我 有些阴阳怪气地开了口 这你就别担心了 我又不是做那些便宜项目 都是自体组织 对人体都是无害的 你还是管管你自己吧 就是再羡慕别人 也不能乱说话呀 我妈听到这话 更是坐不住 手里温热的汤 对着我的脸就泼 我躲了一下 汤水洒在地上 我妈的骂声响彻了整个屋子 贱丫头 你这贱丫头 在听到这些话 我内心没什么波澜 看着他们两个 不自觉地戴上怜悯 我只是好意地提醒 既然都不听劝 那就没我什么事了 孩子可怜 摊上了这么个妈妈 我走出家门的时候 还能听到我妈在跟别人打电话 说起自己卖的乳汁 越来越有营养 越黄越好 要加钱 关门的手顿住 我心里咯噔一声 半个月后 嫂子在医院里生下了侄子 我去的时候 病房里欢声笑语一片 嫂子虚弱地躺在床上 脸上都是笑容 我妈挺着胸脯 到处打电话报喜 等我靠近的时候 她身体量呛了一下 哎哟 最近怎么老是感觉有点晕 是不是贫血了 她扶住墙 自言自语地站至身子 我在她听着 手不自觉地握紧 孩子还看不到 东西放下 我妈就让我走 快走吧 晦气丫头 别在这里暗眼 看见你就烦 听见我妈这样说 我假装不在意地点头答应 拎起手里的保温筒 妈 这是我给你和嫂子特意煮的汤 你记得趁热喝呀 我妈接过保温筒 打开之后看了一眼 满意地点了下头 算你做了一件好事 行了 你走吧 这里没你什么事 我想往常一样 点头答应 看着我妈急匆匆 往病房走去的背影 我嘴角忍不住上扬 喝吧 多喝点才下奶 侄子出生 我妈没控管其他 把嫂子和孩子 送去月子中心之后 她才有控管她的生意 不知道是不是汤喝得多 我妈卖出去的东西越来越黄 看起来很有营养 来找我妈的人越来越点 我时常会留意 我妈和嫂子的状态 看到冰箱里颜色发黄的袋子 我忍不住深吸一口气 我妈和我嫂子 怕是要有大麻烦了 小侄子和嫂子 在月子中心也不怎么太平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侄子出医院之后 小病不断 时不时就被送去医院 气得我妈跑去月子中心大骂 你们这是什么高级月子中心 半点用都没有 骗子 你们虐待我孙子 月子中心也不甘示弱 直接带着我妈看监控 拍着胸脯保证 绝对不是自家的问题 我们可都是专业的 你不相信 可以报警 孩子都是一样照顾 怎么可能就你家孩子有事 其他家孩子没事 两边大吵起来 嫂子被气到刀口头 最后两边吵到实在没办法 月子中心干脆退了一半的钱 把嫂子送回了家 呸 什么高级月子中心 全是骗子 我妈抱着孩子 冲车子的方向吐口水 轻手轻脚地 把孩子放进嫂子怀里 让他喝奶 侄子喝了两口 又开始吐奶大哭 嫂子烦躁地哄了两下 又开始喂 看着侄子抗拒的模样 我站在一边没说话 嫂子乳汁和我妈一样 看起来比一般的母乳腰黄 这次我什么都没说 怕什么 就像我妈说的 这是有营养 不是什么稀奇事 回了家 侄子的状态还是不怎么好 肯定是在月子中心没照顾好 等回家养养就行了 我绝对会把孙子养得白白胖胖的 我妈把胸脱拍得很响 满脸都是自信 这话说还没一个星期 我就接到了电话 侄子 死了 接回家后 我妈细心地照顾着 可是侄子还是喝奶喝了就吐 看着脸色也不怎么好 多喂几次 只能吃一些进去 我妈让嫂子多喂奶 不管白天黑夜 累得嫂子黑眼圈盖不盖不住 夜里 孩子不停地哭 嫂子烦躁地捂住头 想要再睡一会儿 耳边的哭声渐弱 嫂子没头书斩睡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直到我妈过来看孩子 才邀请嫂子 你喂奶了吗 嫂子打着哈欠 眼角挤出泪花 看了眼时间 妈 你把孩子抱过来吧 我现在喂 我妈抱住孩子 站起来的时候脸色有些不对近 我的儿子 快救他呀 我接到电话赶来的时候 医生正好在外面 看着他拉下口罩 对着我妈和嫂子摇摇头 我心跳很快 嫂子被我哥抱在怀里 崩溃地大哭起来 我妈背对着我 身体慌了几下 直接闭着眼睛往后倒 眼看着往我这边来 我直接后退一步 让他倒在地上 一片慌乱 没人注意到我这边 看着医生护士 又将我妈拉起来 我拿起纸巾擦下眼睛 脸上悲痛地问起我哥和嫂子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好好的孩子 就这么没了 到底怎么回事 嫂子摇着头哭着说不知道 我哥眼睛扯着红血丝 脸胀的通红 直接大吼出声 查 我要查清楚 到底孩子是怎么死的 一整夜 我哥和嫂子都没合眼 我妈晕倒之后 就开始发起了高烧 医生给他检查的时候 皱起了眉头 看着手里的片子 病人胸部有一场影像 他之前做过假体填充吗 嫂子在一边听着 擦下眼泪 反驳起医生的话 之前做过 我们做的都是自体的 是有再生专利的项目 怎么可能是假体 医生肯定的说 绝对是假体 而且目前也没有 这个所谓的 再生专利风胸项目 这话听得嫂子瞪大眼睛 这时候 之前检测的人也来了 孩子的死查出来了 是中毒 母乳里面有骆驼 蝙蝠 黑猩猩的动物原成分 考虑到之前做过 不正规的风胸项目 初步怀疑 可能是填充物 泄露进了奶水里面 医生每说一句 嫂子的脸就白一分 听到奶水里的这些物质 可能就是风胸项目的填充物 嫂子直接说不出话了 似乎想到什么 嫂子呼吸急促起来 红着眼大叫着医生骗人 吼着要重新做检查 你们胡说 我要告你们 我要换医院 我要重新检查 我看着嫂子 这副封膜的样子 心里差点笑出声 只是可怜了嫂子的孩子 无辜地受了牵连 事实摆在那里 不管嫂子去哪个医院 得到的结果都一样 我妈的情况比较危险 发烧的原因是填充物泄漏 要尽快取出来 看着我妈被推进医院 我哥拿着一堆检查单 手抖不停 他眼睛越来越红 再也忍不住 单子掉在地上 他一巴掌重重地 甩在了嫂子脸上 发出清晰的声响 你这个贱女人 害了我妈 还害死我儿子 你疯了 做什么项目 现在好了 全家都搭进去了 嫂子捂着脸 一时没反应过来 呆呆地看着我哥 我哥看见他就来气 直接踹了他一脚 嫂子终于反应了过来 尖叫着朝我哥扑了过去 那也是我儿子 我也被骗了 你凭什么怪我 只是还没打到我哥 他就被我哥拉住 发扇了两巴掌 肿的脸 嫂子再也绷不住 嚎啕把哭起来 看着嫂子哭得鼻涕 一把泪一把的样子 我默默地离远了一点 一直吵到 我妈从手术室里推出来 我找了个理由 直接溜去我妈病房 这才安静片刻 我妈胸前取出来的东西 就像碎掉的黄布丁 看着恶心极了 手术做完 我妈胸前一片平坦 听医生说 可能还没彻底清理干净 后续还需要观察 醒来的我妈听后 两眼一翻 差点又晕过去 天哪 这是造什么孽呀 小兰 你害我 赶过来的嫂子 听得一脸后怕 肿的脸拉住医生 求她给自己检查一下 我哥冷哼一声别过头 你就丝毫没感觉到不对劲吗 偶尔的疼痛 你就都一大一小了 医生看完皱着眉头 通知嫂子尽快手术 这下子 我咽不下这口气 你帮你我叫人 我要曝光那家做医美的公司 听见我妈这么说 我低下头 遮住眼里的笑意 语气却还是和以前一样 小心谨慎 可是要是曝光了 会不会有人找上我们 我妈一把打掉桌子上的水杯 发出声响 她脸上的通红 一脸气氛的表情 谁敢找 我可是受害者呀 凭什么不能曝光他们家 此刻的我妈愤怒冲上头 她显然忘记了一息事 一旦曝光出去 自己出售辱之的事 还有嫂子介绍推荐其他人去做项目 抽拿介绍费的事 她是也要曝出来了 你别管 找那些记者 给我电话 我自己打 瞧你那怂样 有什么不敢的 我可是受害者 我点头答应下来 脸上一副懦弱模样 心里笑开了花 抱吧 抱了你就知道 什么才是恶有恶果 等嫂子手术完的时候 我妈已经联系好了记者 偷偷地跑去曝光 嫂子躺在床上边哭边骂 还不知道这件事 当初封凶才花了70万 现在两人手术加上恢复 一共花了将近140万 最重要的 还是孩子夭折了 她不敢看我哥喷火的眼神 要不是留着她 给我妈出医药费 我哥早就上手打人了 看着嫂子心疼又懊悔的眼神 我心里直呼过瘾 得亏我继续汤胃的好啊 我妈回了病床 看到嫂子之后 冷哼了一声不再说话 嫂子骂累了 闭上眼睛打算先睡一觉 再找做项目的公司算账 我看着手机上的新闻 忍不住挑了下眉 看了一眼闭上眼睛的嫂子 睡吧 等你醒来 人都跑了 等嫂子终于养足精神 准备去找他们算账的时候 这是已经全世界都知道了 天啊 怎么电话打不通了 我去哪里找他们去 不会是知道消息 跑了吧 嫂子看着新闻 顿时大胆毒药 电话打过去 对方直接显示关机 听到这话 隔壁病传了我妈脸上 闪过一丝心虚 默默地转了过去 发了一通脾气 嫂子看着手机上 铺天盖地的新闻 有些狐疑 到底这些记者 是怎么得知消息的 怎么回事 这是要是传的到处都是 那群人要是跑了怎么办 我还介绍了那么多人过去 不行 我现在就要去找他们 嫂子坐不住 站起身就要走 起身却立刻腾地弯了一下腰 医生和护士冲进来 拦着嫂子不让走 一群人闹哄哄 我妈之时终于反应过来 意识到事情重要性 她脸色惨白 眼里也开始惊慌了起来 她也不想想 这是曝光出去 卖买的是要是瞒不住 她能有好果子吃吗 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 最先被找上的 就是介绍不少人 过去做相同项目的嫂子 第二天一大早 嫂子的病房外 就来了一大群人 谁都拦不住 吵着要来找嫂子要说法 看着人群中的熟面孔 我默默地一开视线 我哥已经不想再看 闲丢人直接走出病房了 围守的年轻女子 脸上怒火冲天 看到嫂子之后 直接吵嫂子泼了一杯水 骗子都怪你 都是你这个骗子害的 你看看我们现在这样子 嫂子吓得不敢动 顶着一头凉水瑟瑟发抖 眼看着这群人越来越愤怒 嫂子害怕地流起了眼泪 我也是受害者呀 我的孩子 孩子也被害死了 等出院了 我也要去找他们 我要去报案 嫂子抽气着 只是还没说完 就被打断了 围守的女人白了一眼 脸上怒气压不住 谁不知道先去找那家医美公司 人家大门关着 人都见不到 这话说的嫂子脸上害怕极了 抓住被单的手拽得死紧 眼泪大滴大滴地流 又害怕 恐慌 还有一丝后悔 后悔 可惜晚了 不管别人说什么 嫂子都只流眼泪不说话 她刚动完手术不久 还死了孩子 自己也吃了亏 一群人烦躁得没办法 可是逼着我嫂子也没什么用 最终骂了一会儿之后 才气冲冲地走了 过几天我们再来 要是还找不到解决办法 我们就报警 一群人丢下狠话走了 嫂子低着头 眼里都是狠疑 等人走得差不多了 嫂子都恶狠地转过头 对上我妈的目光 这是就我们两个人知道 说 是不是你去曝光的 我妈看着嫂子凶狠的模样 直直呜呜地打上来 这下嫂子明白过来了 她悠悠地站起身 走到我妈床边 扯住了我妈的头发 开始重骂撕扯 你是疯了吗 猪脑子 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 死女人 我跟你拼了 我妈疼得大叫 被打了两下之后 火气也上来了 伸着手还起手来 两人打得滋挖乱叫 我妈气上头 直接破口大骂起来 你带我去的 还害死我大孙子 还在管着不让我说吗 这话让嫂子的动作停住 她脸上一片绝望 眼泪流在我妈病床上 看着我妈 她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 你以为我不想说吗 那不只是你孙子 那也是我孩子 嫂子眼神凶恶起来 看着我妈又露出嘲讽的笑容 你以为 这是要是爆出去 被人知道你在外面卖了什么东西 你会怎么样 到时候 你就等着被人打死吧 你都是卖给了成年人 真恶心 这次 是我妈红个眼扑上去 两人又四打在一起 我站在旁边 假装拉架 嘴里说不停 但实际两人一脚我都没碰到 想到冰箱里的黄色母乳 反胃的感觉往上涌 假装劝了几句 我也走出了病房 不想再看 他们两人狗咬狗 我直接走了 什么有营养的奶水 不过是混合了龙胸填充物的液体 说不定比下水道的污水还脏 恶心透了 从医院出来之后 我回了一趟我哥家 拿走了所有留在家里的小东西 我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这个住了十几年的家 我的新家已经装修好了 把手里的小摆件放在茶几上 归属赶扑面而来 还设了一圈新房子 我想再养两盆植物 我计划怎么布置新家的时候 我妈和嫂子也没险着 两人从出院打到回家 家里闹得鸡犬不宁 我哥只会嫌弃地躲着 任由两人在家里大打出手 嫂子出院第一件事 就是带着一群人 找去当初做医美的公司 只是她赶到的时候 早已人去楼空 搬得干干净净 连张椅子都没留 哪会有人骗了钱 还等着别人找上门 这家黑心医美公司 得知消息后就连夜搬走了 嫂子把这些都怪在了我妈身上 都是我妈打扫惊蛇 才害得她告状无门 那些被嫂子介绍过去做项目的人 愤怒地打了嫂子一顿 嫂子挨打之后气不过 竟直接报复在了我妈身上 直接曝光她贩卖那东西的事 知识一出更炸了 特别是嫂子说 这些东西里混合了填充的动物园成分之后 不少购买过的顾客 也开始骚扰起了我妈 这下我妈和嫂子算是彻底决裂 吵得水火不容 我哥已经一个星期没回去了 用他的话说上班已经很累了 回去还要劝嫁 太痛苦了 没人调和 我妈和嫂子越闹越大 终于在一次争吵之后 嫂子忍不住了 他和我妈吵完架后 看着敞开的窗户 眼珠子转了一圈 指着窗户开口 那是什么 我妈被他猛然一句吓到 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窗边 往前一步想要看清窗下 他的头和肩膀刚看出去 嫂子就抓着他 往前一推 去死吧 你这个老女人 惨叫划破天际 中午落地的声音响起 嫂子眼里的杀意未散 下意识地往下看去 却和楼下一群熟悉的面孔 对上了视线 这群被嫂子介绍 去做丰胸项目的人 刚刚好来找我嫂子 却不想 直接看到了 嫂子推我妈跳楼的一幕 即使隔着这么高的楼层 依旧能看清人影 家里只有嫂子 这一次 她是赖不掉了 这一次 被嫂子推下楼害死的人 变成我妈 我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背后全是巡弱车的声音 这样嘈杂的环境里 还能听到嫂子淒厉的哭声 不是我 你们抓错了 是她自己跳的 这一次 没有任何人会信她的谎话 等待她的 只有法律的制裁 嫂子被警察带走的时候 周围一片叫好声 看着她绝望恐慌的样子 我心里没有想象中那样开心 只是觉得平静 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 看着她 我心里又一丝波澜 嫂子被抓后不久 那家害了不少人的医美机构负责人 也被抓了回来 法律的制裁公平公正 即使留在多眼泪 依旧不能减免任何责罚 我哥看着嫂子 恨得咬牙切齿 这个一辈子懦弱的男人 红着眼睛和嫂子离了婚 嫂子判决的那天 我哥没去 不去了 往后的15年 嫂子都将在监狱中反省过错 看着如今称不上一丝美丽的人 我长叹了一口气 美丽固然重要 但为追求美丽 不惜伤害身体 操办了我妈的后事 看着灵堂里我妈的黑白照片 我捎着手里的纸钱 看着指挥飞的到处都是 眼泪实在流不出来 我对着她的照片说婚话 你老说我老是没本事 但是别人都夸我 做事稳妥 勤劳肯干 你说我没出息 我现在已经升职加薪了 现在我的工资 是我哥的两倍 我要走了 我现在有了自己的房子 很漂亮 比我哥的房子还好看 可惜你看不到了 虽然我也不希望你看到 我走出灵堂的时候 我哥还抱着酒瓶乱醉如泥 看到我走 也只是费力地抬了一下眼皮 看着她的样子 我摇了摇头 大步地走了出去 这一走 就和我哥再也没见过 直到一个月后 我哥的电话打到了我的手机上 他约我见一面 有事说 这次见我哥 他胡子拉叉 眼窝深陷 一副憔悴不堪的模样 扯着血丝的眼睛看着我 嘴唇颤抖半天 也没说出话来 他把一张卡放到了我面前 上面贴着一个标签 上面的数字可能是密码 张薇呀 我把咱家的房子卖了 钱给你留了一份 我要走了 还没想好去哪里 以后安定下来了 我再联系你 我哥决定离开这里 他把钱留下 说完话就走了 看着他的背影 我沉默地喝了口茶 这样也好 这些钱我存了起来 新家布置的温馨又漂亮 工作也是一帆风顺 我的美好生活才刚刚开始 我还养了心心念念 一直都想养的小狗 是一只像棉花糖一样的薄美 它跳起来的样子 就像会逃跑的棉花 难得的休息日 我坐在重满绿植的阳台晒太阳 小国美在我的脚边 蹦蹦跳跳 就着温暖的阳光 我舒服得伸得懒腰 生活美满 未来可期